哈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大兵 今天是4月12号 而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广州市白云区 京西街道卖地后春 白云区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呢 相对其他区 要较为严峻一点 从4月8号当天呢 就连夜做核酸了 那么平均下来的话 就是每天一测 不知道广州其他区目前是怎样子呢 朋友们在留言区留言告诉大家一下吧 现在的时间呢 是早上的10点多 不过已经很赛了 工作人员戴着长帽 穿着防护服 看起来还挺难受的 工作人员非常有耐心的为大家结疑打祸 现在可是艳阳高照啊 做核酸检测之前呢 必须扫码进场 昨天检测还没有出结果 或者黄码的人呢 不能进入 因为现在是上午 有比较多的人上班了 所以过来检测核酸的人不算特别的多 在下班之后呢 就是半晚 就会比较多人 每10个人为一组 进来之后呢 就有相关的工作人员 会扫描你的月核酸码 进行相关的信息登记 这些工作人员呢 大部分都是街道办的 或者志愿者 值得为他们点赞了 每组的第一个人呢 会分发了试管 而最后一个人呢 就会给了一个生物标本带 行动不便的老人呢 就可以优先检测 做得非常的人性化 广州的疫情管控 和面对新增疫情的反应处理速度 真的很值得广大的市民称赞 自发生新增疫情以来 广州那么多人口的一个大城市 但是疫情的各项相关工作展开起来呢 都有条不紊的 面对新增疫情 不仅反应迅速 而且处理起来也非常的高效 我感觉我所在的京西街道办呢 做的就非常好 一点都不乱 非常的有秩序 大家自觉听从安排 其实采集核酸的时间呢 就那么几秒钟 做起来是非常高效的 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一点 不能碰到检测核酸的那个桌子 因为有些市民脱了口罩之后呢 会咳嗽 或者因为检测引起干呕 就会不小心流下飞沫或者口水 如果是市民感染了新冠的 碰到之后呢 就会非常的危险 所以提醒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大家在排队检测的时候呢 要保持一米的距离 检测完核酸之后呢 从指令的出口出去 另外还有一下这些做核酸 特别需要注意的点 检测时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一 检测前注意事项 核酸检测前两小时 尽量避免进食 以免引起呕吐 采样前30分钟 不应吸烟 喝酒 咀嚼口香糖等 检测者需要正确佩戴口罩 检测前取下口罩 检测后立即戴好 可准备一个备用口罩 污染后方便随时更换 二 检测时注意事项 在采集鼻烟柿子前 检测者应告知采集人员 是否有鼻中隔弯曲及鼻腔手术时 过程中可能出现鼻部酸氧感刺激打喷嚏 可立即用纸巾或手肘遮挡 鼻烟柿子采集后 可能出现少量鼻腔出血 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 如出血量较多 请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在采集口烟柿子时 检测者头后痒 张口发出阿音 有助于暴露咽喉 但过程中 会出现刺激性肝咳 恶心 呕吐等症状 检测者可配合采集人员 尽量放松 深呼吸 核酸检测前后 都需要注意手部卫生 可使用免洗手消毒液或免洗酒精擦拭双手 三 检测后注意事项 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建议步行 骑行或保持办公区环境清洁 建议每日通风三次 每次二十到三十分钟 通风时注意保暖 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多人办公时佩戴口罩 保持勤洗手多饮水 坚持在进食前如厕后 按照七步法严格洗手 接待外来人员双方佩戴口罩 朋友们做核酸一定要注意以上事项 加强防护 防止感染 好了 我是大兵 关注我